成立專責動保師 保護動物 反對續產管動保 成立專責動保師 所以今天是非常關鍵的一刻 因為我們動保團體 長期呼籲續產跟動保要分家 不能用經濟的思維來管動物保護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呼籲 我們也要求 所有各黨的委員 能夠支持這個超越藍綠黨派 而且能夠讓台灣進入到 文明國家的一個重要的制度 光是NGO自己的努力 收容動物 自己私底下的關心並沒有用 發現其實 法律的修正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過去這麼多年裡頭 其實就開始一項一項的修法 修法之後 發現問題還是沒有改變 真正的問題出在 執法的不利 也開始關心各個相關機關的執法 我們想一想 因為今天續產跟動保放在一起 這等於是什麼 等於我們重新把勞委會跟經濟部 再把它重新放在一起 那勞資衝突的時候 不管是利益或是價值衝突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能夠 充分的照顧勞工的利益 而不是只在資本家那個部分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因為按我們現在 農業部的設計的話 把這個放在一起其實是很自相矛盾 或是很精神錯亂的 我們覺得不是做假的 就是在這個上面根本就完全沒有看清楚 因為很清楚 續產是我們吃動物 可是動物的話呢 動保的話呢是保護動物 那續產的話呢 是幫人類用動物來賺錢 可是動保的話 是像我們文化教育 是要政府花錢的 把這幾個完全不同的放在一起的話 其實這是非常非常不可行的 不是玩假的 就是完全是不可行的 因為我們農委會的官員 很多大部分 絕大部分都是農業經濟方面 這個出生的 所以呢 對他們而言可以賣肉的 可以拿來賣的動物 絕對比這些流浪動物值錢 而且比較對他們的業績呢 才有算業績 那保護流浪動物 根本就沒有辦法 對他們而言這個 不在他們的這個思維裡面 我們從行政院的版本裡面 農業部 蓄產及動物保護支 還是六個科 蓄產四個科 動保兩個科 我們就看出來 誰重誰輕 這個就是我們最擔心的 把動物保護跟蓄產放在一起 一定是蓄產比較重要 那四個科比兩個科 當然四個科的公務員比較多 四個科的預算也比較多 那我們動物保護呢 就這個 不論是經費 不論是人力 當然就更少了 專業獨立的動保司 不一定可以解決所有的 今天台灣動物的現狀 經濟動物 實驗動物 流浪動物 或是野生動物 不一定能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沒有一個動保司的話 大概註定 今天所有台灣的動物的現狀 就是繼續在煉獄中 所以我們要求 要有一個獨立而專業 不受任何牽制的動保司 在總統府陳情的時候呢 我們的總統說 我們動物保護師沒有辦法成立 他說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怕頭重腳輕 強幹弱資 就是中央政府如果能力太強 地方政府沒有足夠能力的時候 然後其實地方政府是無法附和的 這是總統的回應之一 第二個回應是說 我們的民間沒有動物保護的觀念 所以呢 以至於這個組織 沒有辦法順利的來成立 那我們在這裡要說明的是 其實這是一個套一套邏輯的問題 如果政府 如果我們的總統 只期待說未來 要先有民眾有力量 政府才要動作 地方有組織 中央期待地方 地方期待中央 基本上 事情就沒有辦法完成 突然沉寂何時 好像我們所活的這個城市裡面 你其實已經是清除掉 你看不到這些流浪狗 你看不到這些小貓小狗 全部都滅絕清掉了 那通常我們不會去看到那個現場 那時候我是租了一台車 開到新屋的那個收容所 那後來我是聽他們講說 新屋其實已經是台灣的這個流浪動物收容所裡面 條件是最好的 可是我去的感覺是 我覺得我也是一個變態小說家 就是我覺得我沒有不太能承受的畫面 就是人沒有辦法承受說一個巨大到這樣的 你會看到那麼多那麼美的 有什麼拉布拉多 就是我們在電影上面在讓他們是 他們的美成為我們的某種美感的啟蒙 或是說感動的感性的一個光彥的 然後這些貓 可是其實他們每一個全部都是絕望的在喊我說 求求你帶我走 但是事實上這個文明的基礎 有一個現場是我們全部別開臉去不看的 但是這個現場卻是用一種非常類似 猶太民的屠殺的一個理性的一個方式 而且這個理性是像剛剛張曉峰老師講的 他的法條他的機關的立法是錯誤的 我們經常看到有違法的動物進來 其實違法的是人類不是動物 動物並沒有要坐船 或者坐飛機跑到我們台灣來 可是那些動物的想是什麼 各位知道嗎 就是活活燒死 因為他們是違法的 那我們希望這一點 不管是台灣或國際上都能夠改進 因為我們應該要知道 我們該做的事情是把它送回去 而不是說把它燒掉 這些都是我們的思維上的不對 那為政者應該要做的就是 要把思維調整到對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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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